好 先前蘇拉颱風才剛離開 馬上海葵的威脅就了 氣象局公布了最新的海葵路徑 很有可能是緊貼的東北角貼近而過 而到底在哪些地區影響會最大 趕緊把時間交給這樣主播宣傳 確實 蘇拉颱風它才剛走 但是你看到這個海葵颱風又緊接著接力而來 你不要小看它 雖然它現在只是一個輕度颱風 但是它的路徑是非常的貼近我們的海岸線 所以可以看到在預計可能在明天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時間點就是在禮拜五的上午最快就有可能 而預計在晚上的時候 最快也有可能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同時也要特別提醒了 在禮拜五的時候它的強度還會再增強 有可能會來到中台等級 提醒您要特別的留意這一顆颱風了 而現在您注意到它的七級風暴風半徑 是只有120公里 但是不排除未來還是會持續長胖的 所以即使它來的這個路徑 有稍微的往北移 但是如果它這七級風的暴風半徑有擴大的話 對於整個北台灣也是會有影響的 而如果真的照著這個預測路徑走的話 整個台中以北的民眾都要留意強風好雨 就來看到目前其實整個陽面上面是有三顆颱風 而蘇拉颱風呢 現在是已經不太需要擔心它 它的影響程度會越來越減弱 但是這個海魁颱風啊 其實各個國家都很關注 尤其呢 現在它的路徑會不斷的往南修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太平洋高壓 其實比預期中的還要來的更強 而且增長的速度也來的越快 所以它緊貼著這個太平洋高壓 就往我們台灣的北部海域來通過了 而至於這個紅顏颱風 大家則不需要特別擔心 因為它的強度呢 很快的就會減弱了 而且它的方向是往日本去 對於台灣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只是我們要特別提醒的 如果這個颱風它真的就如大家所說的 是西北台的話 那麼很有可能它在過去的過程當中呢 它的這個風向 有可能會跟我們的海岸線 來做出一個垂直 而這樣子就會讓這水難以宣洩 所以要特別提醒 尤其現在要逢年度大潮 在這個期間呢 李拜玉在新北到台南的這個過程 這個路段呢 其實都是有可能會有積淹水的 甚至不排除嚴重的話 還有可能會出現海水倒灌 所以要特別提醒民眾 尤其在山區的時候 也要特別留意 盡量避免前往 主播 所以看來這次北台灣 真的是要提高警覺 尤其在週末 北台灣的天氣狀況 是不是很差呢 再把時間交給巡頭 確實這個禮拜五過去之後呢 禮拜六日可能這水氣 還是非常的多 我們先來看到這一張圖 你就知道呢 在禮拜五禮拜六的時候 整體來說 從北到南呢 水氣都很多 而且你會注意到 在禮拜五的下半天啊 在整個東北角一帶的水氣出現了 除了是蘇拉的外圍環流之外呢 也是因為這海葵 步步的進逼 它的外圍環流 也讓這邊開始水氣增加 但是在禮拜六的時候 其實水氣會比你現在看到的這張圖 還要來得再更加的猛烈 尤其像是在台中以北 不排除會有局部大雨 或者是豪雨等級 而來到了禮拜日 禮拜一 甚至是到了禮拜三呢 整體來說 台灣都是處在一個大低壓帶的環境裡頭 所以天氣也都是不穩定的 不止午後雷震雨 它的機率會來得比較高 強度會來得比較大之外 整天都有間歇性的震風或震雨 那麼就來看到了 其實未來四天的天氣變化 尤其要提醒的 就是在禮拜六 還有禮拜日的這兩天 因為這時候你注意到整個西北台 慢慢靠近的過程當中呢 它的風勢會往這台灣的 逆時中方向吹拂 所以整個西半部地區 台中以北 水氣都非常的多 當然首當其衝最多的 還是一開始的時候 在宜蘭的這邊 接著會往台北 基隆 接著往新北 再到桃園的方向來前進 所以要特別提醒民眾 在這段期間 儘量還是少出門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個風勢 也會開始慢慢的增大 再來看到未來的趨勢圖 就可以更明顯的看到了 在禮拜五的時候 基本上在整個東北角一帶 水氣增加了 到了禮拜六 基本上從北到南 水氣都非常的多 尤其在山區 有可能會來到局部大雨 甚至是逼近豪雨等級 也就是累積雨量 可能會突破250到300毫米 而到禮拜日 在這個過程當中 水氣會慢慢的減少 但是在整個上半天 整體來說還是要注意 嚴重的強降雨 所以部分地區 有可能會有積淹水的情況 而剛剛也跟大家特別提到 現在又適逢年度大潮 所以整個水是很難宣洩掉的 尤其在淡水河 它是往西的開口 要特別留意 可能會有積淹水 海水倒灌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